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不是现在 那还要等什么时候 不是我干 那还谁干 对不对 中文叫舍我其谁 就是此时此刻 非我莫属 这话说的铿锵有力 从事多种行动 我都可以说这个 这个话我跟谁学的呢 跟企业家马云老师 马云老师真是说话 我觉得这个马云老师公司里的这个内部邮件 我过去对这个人缺乏了解 这次我了解到我发现这个人是个很有 这个怎么说呢 腔腔情怀的这么一个人 里边这个惊叹号极多 就感到就是个 比如说过去的一个多月 我很痛苦 我很纠结 我很愤怒 我捍卫我们这个阿里巴巴的价值观 然后你看我对这个语文也很感兴趣 其实这个标题 其实他们公司到底出了一个什么事 不是我这个水平的人能弄懂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个标题很有意思 我一看网上标题叫什么呢 阿里巴巴为什么出了四十大道 跟他这名字压上了 然后我这个细小你看这个事啊 对一个公司啊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评论呢 你看我都翻译出来了 全英文学到这程度了 说阿里巴巴的股票周二在香港大跌9% 因投资者对这个公司管理层的变动 以及如何解决销售团队存在的腐败 这两个问题存有疑问 你看我翻译的就有点费解是吧 反正就是阿里巴巴周一宣布 他的首席执行长魏哲 首席运营长李旭辉双双辞职 阿里巴巴的就不是不是 华尔街日报的描述是啊 内部调查发现 超过2300个销售商 在2009年和2010年 使用了不当的资质证明进行欺诈 有的是在阿里巴巴员工的协助下进行 有些买家因此受骗上当 付了钱没拿到货 这我想知道他们是搞那个淘宝网的 对吧 阿里巴巴说欺诈事件涉及约1%的销售商 和100名阿里人 阿里人就是马云这么聊 他们那伙里的团队的人 阿里人 他们这个销售团队总共有5000人 但先说澄清一点 这跟淘宝网无关 这真的就是阿里巴巴那个网 淘宝是他们的 但是是分开运作 这回涉嫌欺诈的是阿里巴巴那个网 网站 对对对 所以现在他们这两个头走了之后 现在来接的 是从淘宝网那边过来的人来接 那他们两个概念是什么呢 阿里巴巴这说了嘛 网站创立于1998年 是马云创建的首家阿里巴巴集团子公司 对 阿里巴巴基本上是B2B 这是商务对商务的 商务贸易 他不是直接卖东西给消费者 那阿里巴巴这个事情蛮严重的 你坦白讲 他股价那一天只丢了9% 我觉得已经是对他 很客气 对投了信任票 对马云 因为你想一下电子商务e-commerce 是这样 他是信什么呢 信那个平台 对 你是一个企业 我是一个企业 我跟你贸易 为什么要给你手续费 在你这边来买卖 我不是信他 我可能连闻到的样子都没有见过 我是信你 你这个平台能够提供这个信任 现在完全不是他骗我 是你来骗我的时候 而且甚至有些是集体行动 而且层次蛮高的 层次到高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你整个企业的信任 你的公信力完全接近破产 我发现现在你看 这种最新媒体 最新市场的发展 就印证了什么因果报应这一圈 就是你看 你还是最后撞到这个信字上 为什么你看 曾经就发展过程当中 曾经会有一个阶段 靠着背信弃义 发了大财 这个到最后弄得谁都不信谁的时候 可是现在新的发展 我现在发现他们新的搞的事业 比如说手机的购物 就能够直接通过手机上网的 这种购物 现在很多新的项目在发展 但是就说这种项目 现在要往前走一步 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对 你看我就说你这个社会 最后避不过这个问题 尤其是我觉得嘉辉刚讲的非常好 因为你想想看没有阿里巴巴年代 大家是怎么做买卖的 我回想一下 因为阿里巴巴它主要威胁到的就是全球很多那种大型的传统的各种各样的商展 商业展览 商展是干嘛呢 像广交会 它就是比如说像有些很专门的 比如说专卖汽车零件 比如说那全球的这个干这行的人这时候都来你这个城市商展 然后来这个商展呢就认识一下 你这有多少人卖零件 你提供哪种零件 他不是一来谈妥的就马上买的 他还要先有些try order试验 然后有的大公司得跟你交易好几年才开始慢慢慢慢把单子加重 对不对 这里面要有一个慢慢认识相信的过程 而他们呢基本上其实这个信任都还不足够都还很脆弱 他们还要信什么呢商展的策划单位 你知道这个商展平常他怎么运作的吗 他是这样 比如说什么珠宝展汽车展什么的话 这个商展的运营单位像香港就是贸易发展局啊 他呢通常都会这么来安排 比如说你文涛你参加我们展览五年了 那行我今年呢就把你的位置放好一点吧 什么钱也收少一点吧 家伙你今年才报名啊 你排排队吧 还没轮到底 听起来好像很欺负人对不对 好像专门帮一些老朋友 其实不是的 他是因为这样子才有信任关系 你出现了连续来了十年 表示你够可靠 你没垮 你做对了 那我就把你放在险要的位置 那人家别的消费的那些 别的消费者不是消费者 就别的厂商 比如说他来广告 斗文涛这人在这十年了 够稳的 来跟你做买卖了 好 这是过去做这种贸易 远程贸易的方法 阿里巴巴是什么呢 取消了所有这一切 大家在网上见面 在网上找到网上买 那问题就来了 原来讲的那种 那么缓慢培养出来的信任 怎么办 对啊 那你得多信阿里巴巴 你想 没错 是他得认证啊 所以现在他这团队里面的人 帮忙去欺诈 你想这问题大到什么程度啊 怪不得这个马老师他这么慷慨激昂呢 就是说 你看任何的容忍姑息都是对更多诚信客户 更多诚信阿里人的犯罪 他这个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呢 等于提提提到这个高度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捍卫阿里巴巴价值观 什么是阿里巴巴价值观 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呢 他那意思就是说 阿里巴巴从成立第一天起 就从来没有以追逐利润为第一目标 我们绝不想把公司变成一家 仅仅是赚钱的机器 呃 这个事你觉得是说漂亮话呢 还是真正的信仰 没有这个不管是真还是假 可是我觉得这一段话 后面那半段就很有问题了 你是上市公司了 我买你股票 而且我信你当头的 这当然你就要替我来追求利润 假如你不以为追求利润为第一目标的话 那我怎么办 我投资给你呢 我有我的价值观 你有你的价值观 为什么我要 我要把我的钱投进来 让你让你去玩 对不对 我觉得照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来说 后面那段话是不必要的了 是很中国人的说法了 什么我企业公司不把赚钱作为第一目标 坦白讲你放在第一目标天进地益 问题是你怎么样来管 你要合法合理公道 对不对 只要你这样的话 你放在没有其他目标了 不管其他的没有别的 这是赚钱 那才是好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这个声明啊 用了那么多的感叹号 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全世界的上市公司都不会这样来做 不过话说回来 我挺喜欢 不过话说回来 我是觉得阿里巴巴 我还是要帮他说两句话 我觉得他算做得不错了 已经这个补救 这两个炒掉不辞职的人 其实是他的创业以来的好哥们 而且好像说是这个这俩人呢 并没有直接参与诈骗 但是要担当嘛 我就跟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 这就不容易了 我们这个社会啊 其实这方面的水平不算高 我现在看啊 我跟你说 现在在这个很多公司里啊 我觉得就有些人的这个担当精神 这个水准呢 连我过去的老单位都比不上 没有我们现在 过去我的那个老单位啊 你好比像是什么广东电台 那个时候哎面子上怎么着 比如说我这个部主任一出事 跟我有没有关系 肯定这首先是我的错 现在你看好多这个 包括民营公司 包括什么都不是这个气候了 这就一件功劳就是我的 一件出事了 跟我没关系 哎你想想看 我们国家现在是有些乡镇干部 出了事了 出了问题了 啊撤了 隔两年不是异地升官吗 对不对 这两年流行讲异地升官 咱们先说这去广告 将将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就你刚刚讲价值观呢 我倒想补充一下嘉辉讲那个 现在国际上也的确开始 越来越流行 所谓的ethical investment 就是伦理投资 就有很多投资者 他当然还是要利润 比如说他买股票 买点阿里巴巴股票 但是他也很看重某些价值 他会做某种的价值上的 一个关注 比如说假如一个企业 他底下一个直企业 专门去屠杀动物 比如说载金鱼 什么搞这种事 那很多消费者 或者很多投资者 就会觉得这个 再投资给他 恐怕会有问题 会怎么样 现在常常有一些企业 他们喜欢标榜价值观的理由 正正在这里 就是越来越多企业 因为道德形象不好 或者公共形象不好 它的确会有问题 的确会受到压力 然后大家真的会鄙夷它 而阿里巴巴这件事 我觉得马云说那个话 可能是有点过了 但是你再回想 我觉得他应该更精确的讲 不是说利润不是第一 利润不是唯一 利润不是最重要 利润任何时候 对公司来讲都是最重要 但是问题是 这个利润怎么样的得法 你像你说最近这种事还挺多 这不是最近刚罚了款 罚了巨款吗 是加勒福吗 还有另一家什么外国超市 就是那个价钱 是价格那个标签 你也是涉嫌欺诈 对不对 都是这种行为 对 所以刚刚文道提到 利润是第一目标 跟唯一目标 是两回事 对 假如他说 你追求利润 不是我们唯一目标 那我觉得比较合理了 对 现在他是说 追求利润 不是我们第一目标的话 他讲 这就有点问题 资本市场就出了状况 而且他还有个情况 就是有时候这个利润 一家公司怎么样去牟利 的确是需要一些价值观的 但这话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客户第一的价值观 意味着我们宁愿没有增长 也绝不能做损害客户利益的事 更不用说公然的欺骗 那照这么说 这话也不符合你说的这个原则 你说以顾客来顾客的好处为钱 坦白讲这个当然是价值观的部分 可是这个你作为这个是企业 你一定要看年报的 看最后的年报就是说每一年的报表 每一季度的报表 那个利润当然是利润最大化 是资本主义里面最大的最高的原则 问题这是回到文道所说 你怎么样获得这个利润 有时候是要好好对着社会 有时候要好好对着客人 有时候是好好来对着动物 对不对 这个是手段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来说坦白讲 我觉得马云当然是能够给人家希望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为什么他股价 跌得还不够 其实坦白讲 跌得并不算太厉害 还是人家这一腔性情中人 是不是感动了世人 没有就是那个换人的动作 他叫刮骨疗毒 对因为每个企业企业管制 你要看他企业的品牌的信誉 也要看是谁来负责这个企业 我们看到美国对不对 苹果的 对啊 乔布斯 还没还在 还没出状况了 生个病而且传闻而已 马上股价就掉下来 每一次说股价就掉下来 香港某大电视集团 那个头头有些年纪了 就超过一百次 超过一百了 每一次一传他生病 股价掉下来 对对我们要信任他 那我们说回马云 我们大家都已经是 大家都知道了事情 他当初怎么样踏入互联网生意的 骑着一个脚踏车 他看到世界上有一种叫互联网的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脑筋转得快 可以做达成文道刚说的情况 可以不必要大家这样跑来跑去 对不对 我就用互联网来做黄页 Yellow Page 对不对 以前大家做生意 除了上文道所说的 跑来见面商会以外 还可以看黄页 每个城市的黄页 我要买木材 我看有哪一家 我去联络他 他就骑下脚踏车 去每一家店在杭州 然后后来叫你北京 去每一家店就问人家 你要不要你付我十块钱 我把你的公司的名字电话 放在一个叫互联网的地方上面 也要全世界都看到你了 后来他真的把这个生意造成了 所以大家是看得出 他这种回应能力反应能力 而且佳慧博士 我从另一个角度补充 你这种冷酷的观察 就有些时候这个力 也分短力和长力 当然 你看我看过美国退休主持人 那个叫什么 Laver King 他的老板不是特纳吗 特纳CNN的老板 他就说特纳经常就跟他讲一句话 也是人生指南了 就说你永远不要做一件事 就说这件事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钱 他说这是我的经验 如果这个只是一个唯一的理由 就是为了钱才做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你最终赚不了大钱 这就是你看他这么大老板 他有他的经验 还有一个 我老说最近我看他们拍纪录片的公司的力量 挺受催眠 就是说里边讲到福特 老福特 说你看老福特当年 就是头一个就是说他的工人工资 具体数字我可能有误 就是说大概意思就是说每天的工资加一倍 要知道就是当年他一年的利润也就一千万美元 他光为了加一倍就要多支出一千万 那个时候其实给你给其他企业家造成压力 大家就批评他说你不能拿圣经来治理企业 你这个成观世音菩萨了 对吧 咱们这都是在商言商的 但是你看到这为止 你以为老福特是个慈善家 可是到后来他有这个理由 他认为你这样做 事实上一方面工人们会激发出更大的能力 再一个他是说我希望我的工人生产 他当时他对推崇他那个叫T型汽车 就是生产T型汽车的工人能够买得起T型汽车 这是最大的消费者的这个人群 也果不其然呢 这个效应就出现了 说第二年他这个当年的这个利润 好像就达到了4000万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这里面还有个问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文道刚才 比如说我想讲就是这种价值观 跟一个公司的文化很有关系 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很抽象 但是他在很多关键时刻 他会决定一个公司的某种的营商策略 也就是说决定了他怎么样牟利 用什么样方法牟利 以及牟利能牟利多久 能牟利多少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比如说像刚刚福特那个 固然是一个例子 其实你比如说就算是谷歌也是一个例子 谷歌老说他不要做坏事 那这句话当然很抽象 他也常常做坏事很多时候 但是问题是他到底塑造了某种的文化 那这个文化呢有助于什么 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讲那种例子 激励员工 第二个呢就是帮助他在做 某种商业抉择的时候 他往哪个方向走 他不只是 那个时候他真的是不只是看短期的牟利目标了 比如说他在某些场合跟某些政府之间那种政治冲突的时候 如果从牟利来讲的话 他是应该好好的跟人家妥协的 但是他不妥协 那时候就是你看到他的文化在左右 他真的果然不是以牟利为唯一目标的 但是他从小有信心觉得这么做将来长远而言牟利是可能的 所以正因为文化的不同 所以全世界才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公司 假如没有价值观跟文化 全世界公司理论上是一个样子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公司一般中国很少注意的叫博士 Bosch 就德国很有名的出家电的白色的家小家电 对不对 非常高档 对 但这个家公司平常消费者接触到的是他做小家电 他真正的大生意是做全球最重要的汽车零件 宝石杰Benz什么大家都跟他做买卖 很多关键技术都是他发明出来卖给人家 这家公司你知道多特别吗 它是个老牌企业 生意大的不得了 那个资产非常大 但是他到今天还没上市 也是他价值观吗 对 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上市 因为上市就要受到股市股民的那个影响 左右 我们要坚持公司自己的想法要走下去 哎呦 那些公司能走多长实在是 那也要看 快一百年 一百年了 一百 但是照嘉辉的这种观点就是说 这也都是成功者的名言 对 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企业 他用不同方法都能成功 也可能失败 可是每一个成功的人 你问他 他总能说出一套道理嘛 对不对 对 所以那个像我想到 其实你刚刚说福特的情况 让我想到香港有一家高档的餐厅 那老板很有意思 每一次请一个新的员工 他稍微看得起你 马上送你一双名牌鞋 名牌西装 为什么 他说不是让你看起来比较好看 让你穿过什么好的东西 让你明白浅的重要 让你起心塌地 在他拉边 跟着他好好来工作 因为他知道你会对他好 他就先送你一双 巴黎皮鞋 名牌西装 你说相应的 还有一个海底捞 我听了太多这段子 那个员工 你去吃饭 那就恨不能搂着你 那个亲 就是无为 你今天过生日吗 还是什么什么 送你个这个 临走 再提个小礼物 然后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企业管理 我看就是天地一家村 不是 天地一家 天地一家亲 就是反正就弄得这个员工 你看他也是一种企业管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让你觉得这个暖和乎的 对 但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